11月11日,在基督教團體提倡的夫妻節 四個一象徵著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而在結婚誓詞裏都提到 無論疾病、健康、貧窮或富貴都會對對方不離不棄 不過在我們生活上,面對住家庭、經濟、工作等等的問題 都會很容易令他們忘記當初對對方和對上帝誓詞 而近年有不少教會和機構都舉辦重定分盟的活動 希望夫婦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再次提醒他們當初在上帝面前的納約 而在10月份就有幾對夫婦 在以色列裏重定分盟 希臘、搭足耶穌和初代使徒的足跡 整個旅程除了觀光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例如是去到曠野騎駱駝 去死海暢浮 走到約旦河進行浸禮等等 而其中一站,一群團友來到耶穌行第一個神職 將水變酒的地方,加拿婚禮堂 這裡是世界各地信徒遊客舉辦婚禮 或者重新認識婚姻意義的地方 有幾位團友就在這裡舉行重定分盟的儀式 有新人還裝扮得好像中東人的裝束 用圍巾包頭,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這個重定分盟的過程 我們結婚24年 在這麼多年裡 我得到我太太的照顧、愛護和關心 在這個重定分盟裡 再一次承諾我對她的愛 我對她的真心是永遠都不會改變 我希望在這個儀式裡面 能夠反省我們在婚姻生活上 如果有任何地方做得不夠好 能夠幫助我們在餘下的人生裡面 能夠繼續過我們基督的生活 用基督的家庭的生命來影響別人 來將福音傳現給我們周圍的供應 儀式由徐團說完 中國基督教報道會 港福堂主任牧師 吳中文牧師主持 原來當你將主打進去的時候 主就能夠將你的婚姻生活點石成金 有很多夫妻重定他們的分盟 其實嚴格來說 就再一次確定他們先前婚約裡面的盟勢 即是表示去向神和眾人面前 和向對方承諾這個婚姻是一生一世永不改變 結婚久了那個戀愛時期那種的刺激 會慢慢消退 還有生活裡面應付很多問題 大家為工作 為小孩子 為家庭的所母 就不像是結婚前那種浪漫 所以這一種平淡的生活 是需要像耶穌在約翰福音所行的神職一樣 將水變為酒 能夠將平淡的婚姻生活點石成金 化腐柳為神奇 請你們再為對方佩戴這個民誓的信脈 儀式看起來雖然簡單 只是宣讀誓詞 但是要將誓言實踐出來 好好愛護另一半 對這幾對夫婦來說 確有好心的感受 我們一直都婚姻是很幸福的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 因為我很表現 身邊的朋友經常都說 我愛愛老公多過他愛我 但是我不介意的 我覺得我愛得他很開心 但是今天 在這個重地奔雲的時候 神告訴我 其實你老公很愛你 他愛你 甚至於還給我愛他更深 我是沒有想過 我覺得很大的得著 我覺得你在婚姻裏面做得很好 我很多謝你這麼愛我 因為其實我們很 以我們人的身份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限制 我們有很多的不足 需要互相的補足 但是都要在神的 在我們的裏面 作為我們一個見證 還有作為我們的榜樣 我們要學習在神裏面 曾經有疾病 亦有試過有私欺 但是一路都是需要有家人的扶持 我希望在其他世人 或我們的親戚朋友上面 可以見證到 讓人知道我們夫婦是需要互相扶持的 這裏是神行他第一個成績 第一個酒是沒有那麼好 第二個酒是更加好 更加純更加香的 我希望我們的婚姻生活 就像那個酒一樣 是越來越好 是一個更加好的葡萄酒 那…我是阿利 我也是 夫婦之間總會有磨擦 吳中文牧師提提大家 兩夫婦最重要是以聖經摘根 實踐基督的愛, 互相包容 因為人始終有這個自我 要減少磨擦 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人是做一個好的基督徒 讓聖經的說話 去將我的自我擺下 然後去實踐聖經所說的那種愛 就是丈夫怎樣想 是為太太付出更多 而妻子怎樣想 是順復做丈夫的幫手 這一點當然是大家要 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裏 有信仰 當他們信服神的時候 就能夠檢視自我的不對 還有有能力去愛對方更多 如果不是大不了的差距 大家學習怎樣拉近 聖經也都教導我們 不要含露到日落 那夫妻有任何事呢 每晚在她上場前的套告 大家講清楚 還有在大家都很火氣很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退一退 冷靜下來 我相信有很多細節的問題 甚至大銀機都能夠度過的 令人有所謂的 事實上 我的本人 是結束 我相信